黑神旺悟空官方推荐的显卡配置有没有说谎 这是官方推荐配置图 我们直接看两个最高档 其中不带光追的最高档需要4070显卡就可以了 可以开非常高的4K分辨率 实际上我有4080显卡都不敢开非常高 为什么后面说 另外我们再看带光追的最高档 推荐的显卡是4080S 用的是4K分辨率高特效 注意看这是高特效而不是最高 另外光追开超高 4080S显卡比我的4080显卡只高了不到3% 也就是说我的电脑如果能跑50帧 4080S顶多跑52帧 另外我还要铺垫一下 黑神旺悟空这款游戏很多人说PS5版本优化不好 但实际上PC版也没好到哪去 为什么这么说 那就是帧率波动相当大 有的场景可能跑七八十帧 但有的场景只能跑五六十帧 同样一个设置 另外各位要注意一下 官方推荐的这个配置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第一他并没有说是4K30 还是4K60 第二他也没有说开不开真声程 开和不开真声程能差20 第三他也没有说DLSS是哪个档 最低性能档和最高质量档 帧率差别也不小 由此可见 我先下个定论官方给出的这个推荐配置 没有说谎 那实际表现怎么样呢 咱们直接看效果 给你帮助 中文字幕走 中文字幕窗 中文字幕走 中文字幕称